你好 欢迎收看12月3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财团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会和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 共同主办2022青少年艺术赏西 及惊叹乐舞台湾原住民乐舞响宴花莲场的活动 要深耕艺术教育到偏乡每一个角落 在文化局的演艺厅揭开序幕了 现场徐正蔚亲自到场 和县内食物所国小将近有800位学童 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演出 财团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会 再次携手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 共同主办2022青少年艺术赏西 及惊叹乐舞台湾原住民乐舞及响宴花莲场次 其中会表示 感谢所有校长以及老师们在艺术教育理念 不断的生根扎根 也感谢企业以及赞助人 常年对艺术想象活动的支持和努力 长期来延续而且不断的永续的 对于人文艺术的下乡不断不断的延续的支持 一件事情要延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几年花莲县的孩子 对于我们的艺术以及人文 以及我们身有一技之长 这是对于我们这几年来说 推动的非常非常的落实 而这位杂宇常说 德智体群美五欲并重 更要文武兼具 文圣职则始职圣文 则也文之兵兵然后君子 而花莲县无论在我们的学术教育 科技领域还有艺术教育 以及体育教育 这次都是我们同时 以及同样的重视 希望孩子第一个学会感恩 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学习 有相当相当大的注意 而体验教育更是重要 健谈乐舞以及凡普贵 真的精神推动传喜教育 以及成果展演 促进碧临失传的 原住民传统文化艺术 也特别邀请屏东县 狮子香草岭青年会 以及草谱国小交流演出 各团队积极动员部落猪肉门参与编剧 是部落传统艺术实践的优质舞台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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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